王毅马尔他会晤沙利文 重申台湾问题立场 反对遏制中国 会谈结束 选及赴俄参加安全磋商 联会美俄高官两场重量级战略沟通 体现中方怎样的外交布局 绝食第十九天 韩国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被送医 检方提请批捕李在明 在野党要求弹劾总理朝野大战一触即发 将如何震荡韩国政坛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 我是小雪 大家好 我是蒋成健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 上午10时 中共中央总统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步入会堂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丁薛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了题为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的致词 丁薛祥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事业发展 做出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牢牢把握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导向 牢牢把握推进残疾人事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牢牢把握推进残疾人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 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房地产税立法暂缓 日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对外公布 在财税领域规划明确增值税法 消费税法 关税法等将在本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内提请审议 而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立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修订 并未出现在本次立法规划中 此前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当中 包括房地产税法在内的11部税法 被列为了条件比较成熟 你在任期内提请审议 时隔5年房地产税法从立法的规划当中消失 有分析认为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形势的考虑 房地产税的立法或将在条件成熟时稳步推进 股市改革又出重磅消息 多家媒体在今天报道称 证监会近期拟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规则进行修改 据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拟对不分红或者是分红少的公司 加强制度约束督促分红 进一步优化分红的方式和节奏 让分红好的公司得到更多的激励 同时也加强对超出能力分红企业的约束等 此次修改内容将涉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三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一系列规则 交易所将同步修订规范运作指引 我国首次报告出现女性喉痘病例 根据中疾控发布的检测情况显示 中国内地8月新增报告501例喉痘确诊病例 其中首次报告5例女性病例 5名病例发病前21天内均有异性性接触史 异性伴侣当中3例为喉痘感染者 一例近期有出诊史 一例无喉痘相关症状 9月20日 喉痘将纳入到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喉痘98.9%的病例为男性 92.5%的病例明确为男男性行为人群 专家表示 出现女性感染者意味着我国喉痘感染人群进一步扩大 从此次的报告来看 喉痘可能通过异性性接触感染 进入焦点对话 首先来关注一场重量级的会晤 当地时间2023年的9月16号到17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马尔他 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举行多轮会晤 双方围绕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 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建设性的战略沟通 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必须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中国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 遵循必然的历史逻辑 是阻挡不了的 中国人民正当的发展权力不容剥夺 双方同意 继续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保持双方高层交往 双方探讨了进一步支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措施等 还讨论了亚太地区局势 乌克兰朝鲜半岛等问题 这是王毅与沙利文年度的第二次会晤 今年5月两人在维也纳会晤后 中美高层往来明显增多 从细节上看 这次会晤和以往相比 也有不小的变化 去年以来 杨洁篪和王毅先后在欧洲和沙利文进行过三次会见 此次会面首次提到是多轮会晤 根据外交部的消息稿 相较于5月的中美维也纳会晤 旨在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其稳 这次马尔他会晤 则聚焦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 对于双方互动的措施也从讨论变成了战略沟通 此外 相比5月份的会晤 此次会晤的消息稿中出现了更多的具体举措 比如举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 海洋事务磋商 外交政策磋商 探讨进一步支持和便利两国往来措施等 针对这次网易同沙利文的马尔他会晤 白宫网站的消息稿则表示 双方承诺保持这一战略沟通渠道 并在未来几个月内在两国间的关键领域 进行更多的高层接触和磋商 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 请到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 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先生 虽然我们看到从排除障碍 止跌气吻到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 从讨论到战略沟通 请问一下您怎么看王毅此次会晤沙利文和上次的不同 另外我们从官方这个消息稿当中 所释放出来的细节来看的话 你怎么解读此次会晤的阶段性的意义 或者是是否取得了一些成效呢 崔洪健 好的 从这个止跌气吻 然后到现在稳定 然后去发展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这个词汇上的变化 实际上这也反映出啊 中美近期一系列的会晤啊 正在朝着一个良性的方向去发展和变化 我们看到从此前呢 双方应该说主要的目标呢 是要通过一系列的会晤对话呢 来避免中美关系呢 出现自由落体式的下滑 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不仅对两国的关系有害 而且对全球的战略稳定呢 也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这一次呢 我想王毅主任和沙利文的会晤呢 应该说传递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 就中美关系呢 又进入了一个重新对位的新阶段 我们看到具体的成果 包括从特朗普到现在到拜登时期呢 美国呢不断地去拆解中美之间的一系列的 这个高层对话的这个架构 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双方又重新达成共识 需要在一些具体的政策领域呢 展开这个机制性的沟通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呢 就体现了中美关系呢 现在一定程度上呢 已经实现了稳定着陆的目标 当然接下来呢 要继续通过这样一些频繁的 而且有实质性的对话呢 继续维护稳定 同时呢 在稳定的基础上呢 有所开拓 所以我想接下来 其实中美双方呢 正在朝着培养战略互信这个方向去前进 是好 谢谢崔先生 您刚才谈到了改善和稳定 我们知道呢 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呢 是关键 也是第一条红线 事实上呢 王毅与沙利文会谈当中啊 双方花时间最长的 就是台湾问题 而在王毅代表中方 对美国发出警告的同时呢 针对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解放军的巡航 正在常态化的展开 环球时报援引 岛内媒体的报道说 9月17号6点到18号6点 台防务部门统计 共有103架次的解放军军机 9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为近期新高 也创下了近年来最多军机巡台的记录 那么参考消息呢 还援引了岛内媒体的话说 在103架次解放军军机巡台中 其中有40架次飞越所谓的海峡中线 及其延伸线飞入台岛周边空域 报道称 解放军军机9月17号6点到18号6点 巡航期间 有10架次苏30战机 分别从台岛北端越过所谓海峡中线 绕圈折返或进入西南空域 12架次歼10战机 越过所谓海峡中线 及其延伸线进入东南空域 4架次歼11战机 越过所谓海峡中线后 沿中线以东向南飞行 另外 有10架次歼16战机 越过所谓海峡中线后 进入西南和东南空域 除了战机之外 还有两架次运游20 两架次空井500 飞入西南空域后 往东南空域飞行 针对解放军正常的巡台行动 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有外媒记者再次提及海峡中线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 好 我们继续请祝崔先生 那么这一节的讨论 我们还将连线特约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第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宋先生 这一次的解放军军具巡台 分多机型 多批次 多方向 飞越所谓的海峡中线 而根据岛内媒体的说法 此次巡台为近期新高 也创下了近年来最多军机巡台的记录 接下来想请教您 你怎么看解放军这样的一个安排 这样的一个巡台 背后我们能够解读到 哪些值得关注的要点 首先来看的话 就是所谓的台海中线是不存在的 所以作为解放军的战机 跨越所谓的中线 这本身是不成立的 台湾岛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在台湾岛的相关区域 都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寻衣的工作 这是我们主权范围内可以做的事情 另外我们要强调的就是 解放军不断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练 其目的就是要加强对台军事斗争准备 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要针对域外国家 尤其是域外势力有可能会干预台海的事务 所以作为解放军 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演练 现在的作战预案 这个作战预案都是从难从严 甚至要做最坏的打算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就是台独势力可能会在美日等 这些国家的怂恿之下 毅然决然地想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在这种状态下的话 解放军必然要进行军事斗争 那么这种军事斗争的话 在平时就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演练 来不断地磨砺作战预案 这个作战预案要不断地升级 不断地改进 因为台独势力也好 包括台军也好 包括域外势力也好 也不断地增加所谓干涉中国内政的能力 所以中国也会不断地强化 这种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海问题的能力 所以双方之间也是一种博弈 台湾问题核心是什么 是中美的相互之间的对抗 所以中国必须要加强这方面军事斗争的能力 要震慑预外势力 才能够有助于我们 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我觉得解放军必须要强化军事斗争准备的能力 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所关心的核心重大利益问题 也就是四个字 有备无患 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崔先生 有分析说在谈及台湾问题的时候 王毅的表态是说了重话 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重话 另外在与此同时 白宫的新闻稿中针对台湾问题只提到了一句 美国注意到台湾海峡两岸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 所以在您看来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 接下来会有所收敛 还是说保持原来的那个姿态 这次王毅主任在会国中 我们看到再一次 把台湾问题作为中方的最重大关切 向美方提出 而且的确再一次重申 台湾问题是中方的一条红线 警告美方不能预约 不能践踏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实际上我觉得中方是进一步向美方交了底 这个所谓交底就是 美国方面应该停止一切 利用台独势力 想要达到削弱中国 或者说为他自己获得利益的这样一些想法 当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 随着中美双方在台海问题上的博弈 美国的既定目标 我想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变 未来台海方向的一些动向仍然可能会被美国所利用 但是在当前的形势下 不排除美国方面或许会改变一些策略 包括这一次美方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 我们可以看出近一段时间以来 无论是解放军巡台的决心和举动 在美方看来既没有能力 他也没有意愿去真正的进行所谓干预 同时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 两岸之间也出现了一些良性互动的迹象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想美国方面在近期 尤其是从他的角度出发 如果要给中美关系更好的 更稳定的一个改善 创造一定条件的话 美国或许会采取一些更软化的策略 但是未来台海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 一个最重大最关键的考验 好 谢谢崔先生 那么结束与沙利文的会晤 王毅今天又前往俄罗斯 因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的邀请 从今天的21号 王毅将赴俄举行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 此次王毅主任赴俄 是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框架内的 一次例行活动 旨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推动双边关系发展 并就涉及两国战略安全利益的重要议题 进行深入沟通 王毅此次访俄正值沙利文会晤结束之际 与此同时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刚刚结束访俄之行 美国总统拜登 则将在纽约首次与中亚五国领导人 举行首脑级对话 那么分云的外交大格局当中 中俄如何展开战略安全协调 备受世人的关注 9月17号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结束了六天午夜的访俄行程 乘火车返回朝鲜 这是金正恩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以来 时间最长的一次国事访问 访俄期间 金正恩表示将把朝俄关系作为首要任务 体现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此外 他还参观了东方航天发射场 克里维奇军用机场 太平洋舰队基地等 并与俄国防部长邵一谷讨论了加强国防合作的实际问题 对于金正恩访俄 美方持续关注多次发出所谓警告 与此同时 美国也不忘针对俄罗斯周边展开外交活动 根据沙利文透露 当地时间19号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纽约会见赴美参加联大第78届会议的中亚五国领导人 会面将讨论地区安全 贸易 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 这也是美国与中亚五国对话机制2015年建立以来 首次提升至总统级别 近年来 美国不断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拉拢 今年3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度访问中亚 去年3月 美方在与中亚五国的部长级对话中 甚至提出了在中亚五国建立美军基地的建议 好 我们继续请出崔老师 崔老师呢 中国的负责外交工作的高层人员 这样的一个外交穿梭呢也不是第一次 和过去几次类似 中俄战略安全磋商呢 又是紧跟在中美高层挥舞之后展开 您怎么看 这一次又是这样的一种安排 那么从议题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两者之间呢会有怎样的一种延续性呢 崔燕 好的 我们看到从这个中美的战略安全对话 到这个中俄之间的战略安全磋商 应该看出啊 中方呢 现在这一段时间呢 在密集的这个 着眼于这个大国协调 或者说大国外交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啊 随着大国博弈的加剧 应该说大国关系的不稳定 会直接的冲击国际战略的平衡 对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其实中方啊 从自身负责人大国这个角度出发呢 是更多的啊 致力于要维护大国关系的一个基本稳定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够体现出啊 国际社会的一个总体的平衡 当一次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 这一次中美啊中俄之间的啊 会晤结联举行呢 也可以看出啊 中国方面呢 现在在大国外交中啊 它的空间和余地呢 越来越大 可以说在美俄两个大国之间呢 越来越游刃有余 是 那您谈到大国外交啊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外交的场景 那就是中亚五国呢 一直都是中俄周边外交的重点 美国呢 近年来不断地加大对中亚五国的外交重视 那么这样的一种重视是基于怎样的一个考量 另外呢 中俄在安全战略上 或者是战略安全上 对此次的这样一个外交的场景 应该给予怎样的重视 崔先生 现在美国为了达到维护霸权的目的啊 可以说是在世界各地呢 见风插针 尤其是近年来我们看到针对中亚地区 美国是加大了投入 这主要原因呢 一个是因为美国认为啊 此前他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呢 比较薄弱 同时呢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 美国认为啊 随着俄罗斯的这个周边形势的变化 中亚地区呢 可能会成为未来一个啊 制衡中俄的所谓的软肋地区 因为我们知道从地底上来看呢 中亚地区呢 处于欧亚的腹地 同时呢 和这个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呢 也比较密切 尤其是近年来啊 中亚一些国家呢 也在发生了一些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变化 所以美国认为呢 这个对它是一个机会 所以这次所谓的C5加1的会晤呢 就体现出美国呢 想要在中亚地区呢 加大战略投入 我觉得针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投入啊 对中国来说啊 只要坚持两个原则 就可以更好的去维护地区稳定 同时呢 能够继续保持和中亚地区的合作和友好的关系 一个呢 是中国呢 要坚持牧林外交 因为我们知道 无论是通过上河组织 还是通过其他的多边机制 中亚国家和中国两国呢 都有密切的各方面的联系 同时呢 在美国加大地缘政治投资的时候呢 中俄双方呢 应该更强调发展优先 因为对中亚多数国家来说 发展实在是最优先的议题 我觉得只要把握这两条原则 美国方面呢 就不会得逞 好的主持人 好 谢谢崔先生 地缘政治呢 会呈现出多样的景观 而不管这个景观 怎样的变化 其实围绕着稳定和发展 都是呢 世界各国都接受的一个关键的主题 被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11名儿童案 等来了法院的判决 今天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 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 法院认为被告人余华英 为谋取非法利益多次拐卖儿童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危害性极大 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在庭审的现场 曾经的被拐儿童受害人杨妞花 见证了宣判的过程 三年拐卖11名儿童 余华英是如何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杨妞花又是如何受其迫害的呢 经审理查明 1993年到1996年间 被告人余华英与龚某梁在贵州重庆等地 拐卖了来自多个家庭的11名儿童 其中有三对姐弟或兄弟 他们最终被不同的中间人卖到了河北邯郸 2000年 余华英曾因为涉嫌拐卖儿童被抓 经刑拐两个月后释放 2004年 余华英再次作案时被抓 他以假身份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经减刑于2009年释放 余华英服刑期间 龚某梁于2008年病亡 在被拐的11名儿童中 杨妞花成为本案的关键 杨妞花五岁时被拐 2012年开始寻亲 直到2021年5月 他发布寻亲视频找到原生家庭 但其亲生父母早在孩子被拐后的两三年间 因承受不了打击 接连离世 2022年 杨妞花找到贵州警方并提供线索 最终 贵阳市公安局民警将余华英抓获 好 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 马上连线的是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沈亮 沈教授你好 我们结合贵阳中院对余华英的量刑来看 怎么来看待其犯罪事实的严重性 另外就是这个判决 对于同类型的犯罪又能起到怎样的威慑作用 我想这个案件它的最终裁判真正体现了我们刑法当中的基本精神 那就对特别严重的犯罪我们应当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因为对于拐卖儿童罪来说 我想我们都知道它不仅对家庭 对社会对儿童本身有重大危害 而且实际上它是对我们刑法的一个什么非常严重的一种侵害 因为我们刑法从79年制定到现在 可以说对于拐卖人口类犯罪 我们都是持严厉打击的态势 我想本案我们这样的处理 它给社会的类似的犯过此类罪行 或者还想犯这类罪行的罪犯 我们做了个明确的提示 那就是犯此类犯罪 法律必将给予严惩 而且应当给予最严厉的打击 好 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刚才沈教授说到了 其实通过这个案子还就是给一个明确的提示 就是说犯这样的罪 就是会给你一个非常严肃的 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惩处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组数据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 在过去的十年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呈下降趋势 白皮书显示 2012年到2021年 检察机关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从3699人一路下降到了1135人 十年间是下降了69.32% 同期起诉收买贵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 则是呈现了上升的趋势 十年间上升73.54% 好 我们继续请出沈教授 沈教授 刚才我们通过一组数据 已经看到了现行的这个法律 他现在其实已经把这个买卖儿童 都是认定为犯罪 并且对收买行为的处罚力度 也在进行加重 但是仍然有不少的声音就呼吁 在定型上也要相同处置 那您认为现在我们进行买卖同罪是否可行 另外就是刑罚它只是打击犯罪的措施之一 您认为要全面的压缩拐卖儿童的犯罪空间 还有哪些方面要去加强 我想对于拐卖者和被拐卖者 收买者我们的责任的笼络 完整的考虑的话 那么买与卖 在目前我们刑法当中 我们都是给予了我们所犯罪的处理 当然刑法上有所区别 我想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收买者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所以我们法律也有个明确说明 如果对被收买的儿童不进行虐待 或者说在解救当中不进行妨碍 我们是可以重清楚吧 那么对于有虐待行为 或者说妨碍我们解救的 毫无疑问那应当从重处理 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体现了法律在设计刑法的时候 那种相对的平衡 那么拐卖人口犯罪 包括我们现在说特别指导的拐卖儿童 这种行为的处理 我想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刑法问题 说白了 它和经济问题 和我们的政策设计问题都有关联 同样和我们每个家庭成员 它的一种观念传统的观念的改变 也有密切关系 所以有人说对此类犯罪 说白了 我们应当强调的还是四个字 叫综合治理 刑法上严厉的依照刑法办事 在社会生活当中 严格的按照我们现在文明的这种观念 进行整个的调整 调理 而最终使此类犯行为 受到真正的遏制 使我们的社会空气 能够更加更加的良好 好 谢谢沈教授带来分析 刚才沈教授强调了综合治理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 除了要加大刑罚的惩处 还要全面压缩拐卖儿童犯罪的发生空间 比如说现在在加强DNA的检验 人像大数据等等等等 这些技术手段的提高 就是为了要加强犯罪的被发现率它的提高 那除了技术手段和系统的完善 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勇敢的洋妞花 能够站出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绝食第十九天 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党首李在明被送医 检方提请批捕李在明 在野党要求弹劾总理 朝野大战一触即发 将如何震荡韩国政坛 接下来我们进入全球眼 绝食抗议十九天之后 韩国最大的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 今天因健康状况恶化 被送入医院 目前李在明已经恢复了意识 但仍坚持绝食 仅靠输液强撑 今天早上 现年59岁的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 血糖水平迅速下降 几乎昏迷不醒 党内人士随后将其紧急送医 上月31号 李在明在国会大厦前 搭设帐篷开始无限期绝食抗议 并提出三点要求 总统尹熙悦因为破坏 韩国民众生计和民主 而向国民道歉 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 彻底改组内阁 昨天 李在明将帐篷转移到了 国会党代表办公室里 并继续绝食 他表示 将团结全党反对尹熙悦政府 但尚未对是否停止绝食 做出答复 点日来 随着李在明健康状况的恶化 共同民主党党内人士 以及社会团体 纷纷劝说他停止绝食 但李在明仍表现出 继续绝食的意愿 甚至拒绝住院 李在明被送医的同时 韩国检方以涉嫌 独职受贿等罪名 对其提琴批谱 那么检方认为 李在明在2014年到2015年 担任陈南市市长期间 涉嫌在开发盆塘区的 一块地皮的过程当中 向民营企业提供各种便利 给陈南市造成了200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1亿元的损失 早在今年2月 检方就曾提请批捕李在明 但未能获得国会的批准 对于所受的指控 李在明坚称无辜 并表示自己受到了政治迫害 由于李在明是现任的国会议员 任内享有未经国会统一 不受拘留的特权 只有国会通过拘留同意案 法院才能够进行决定 是否批捕和逮捕必要性的审查 那么相关的话题 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 请到的是上海社科院 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刘明 以及韩国问题观察员全晓星 我们一起来讨论相关的问题 首先问一下全先生 那么李在明被送医的同时 被提请批捕 这件事情在韩国国内 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另外我们注意到 韩国法务表示 不能因绝食就暂停司法运作 根据韩国的法律程序 那么什么情况下 会真正的逮捕李在明呢 全言 好的 那么首先因为李在明 他作为韩国第一大在意的 是国会第一大党的 一个党首的身份 所以说这次的事件 自然也是引发韩国国内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弹 那么在其中呢 即包括对于同情李在明 并认为检方是选择性执法的这样一个声音 那么也有认为检方只是在依法执行公务 并且认为李在明 他其实只觉是只是为了脱离一时罪责的这样一种 批斗的这样的声音当中 那么这两种声音的一个不断碰撞 甚至是不断加大 不仅是在民间更是扩散到了韩国的朝野 和国务议会政治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也是体现韩国国内的一个朝野矛盾 正在不断的加剧政治斗争 以及政治矛盾不断加剧的这样一个现状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的是 那么也有一些韩国的舆论以及媒体 那么的评论提出 虽然李在明对他这个有没有罪责这样一个事情 他是一个待定的状态 但是一前脚韩国的执政党对于李在明的绝食予以嘲讽 甚至在李在明绝食的帐篷旁边搭起销术娱乐的摊位 那么后脚 而且韩国的解放又是提绝食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应该来讲 这也是体现了一个对生命的不尊重 以及对于政治对手的这么一个不尊重 这是韩国国内舆论所提出的一个声音 好的 谢谢群先生 接下来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刘先生 那么李在明在绝食过程当中 他提出了他的诉求 他的诉求就是包括改组内阁 以及反对日本这个核污水的排放 那么在韩国的历史上 也曾经出现过多次的在野党的领袖 通过绝食的方式来表达抗议的这样一个事件 那么接下来想问一下刘先生 李在明持续的采取绝食的这样一个行动 能不能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应该讲很难达到 第一有关日本排污问题 隐序政权现在要拉拢和日本的关系 所以在排污问题上也是集结配合日本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他整个对日战略决策的一部分 他不会让步 第二按照隐序现在的风格 在这个问题上他也不愿让步 他认为如果让步以后 那么李在明共同民主党会得逞政策 会提出更多要求 更重要的原因他认为会利用退让的过程当中 在司法问题上要做交易 也就是说不要起诉李在明 所以在这几个问题上有关内阁改选的问题 因为他已经在进行了 他国防部长已经在换任了 但是他的改组内阁不是按照李在明共同民主党要求 是按照他自己的要求去进行的 所以这些方面就是说我不认为他会达到任何让步 而且隐序现在到联合国去 实际上也是有回避和共同民主党 好的 那么相关的问题我们待会还会再讨论 很显然二者之间的博弈 其实还涉及到了一个生命的问题 所以这个怎么样能够妥善的处理 恐怕下面还会有一大堆的事情 需要韩国的执政党和在野党来去处理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关于现在韩国的执政党和在野党 他们的相关的新闻背景 那李在明他领导的共同民主党呢 目前是韩国最大的在野党 也是国会的第一大党 在300席的国民一席当中 他是占了169席 而尹熙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党仅仅有113席 在韩国的政坛 共同民主党被认为是进步派 主张的是缓和与朝鲜的关系 保持与美日的距离 通过改革来改善国内的阶层固化等等问题 而韩国的前总统文在寅呢 也是该党的成员 那李在明的事件迅速的在韩国的政坛发酵 令原本就紧张的朝野关系对立加剧 今天上午 共同民主党迅速回击 向国会提交了国务总理韩德珠的弹劾动议案 中午时分 多名在野党议员还前往总统府前 抗议检方对李在明进行不正当的调查 并呼吁内阁集体辞职 共同民主党方面认为 李在明被紧急送医的消息刚一传出 检方就突然宣布申请拘捕 这是在试图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是为了骚扰和羞辱李在明 而韩国法务部长官韩东迅回应称 不能因为嫌疑人绝食就暂停司法调查 检方还提到 早在今年2月就曾提请批捕李在明 但未能获得国会批准 好我们继续跟刘明先生来讨论 刘先生您看 一旦对国务总理的解职的议案 在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的话 那么这个将会是韩国宪政史上的首例 您认为胜算大吗 我的判断现在大概在四成五左右 因为首先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这种罢免总理的暗示 无论是从执政党还是反对党 他从国政的运作和老百姓 国民的心理期盼来说 罢免一个总理会造成很大的对立 第二明年国会要选举 现在韩德珠总理 总体是比较温和的 他和尹区域还不一样 他在文在寅时期 他在罗武宣时期 文在寅是总统秘书长 他是总理 所以他和共同民主党关系很密切 可以说是半个共同民主党的 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议员能不能在关键时候 也都是倒戈 这是李在明要罢免总理 那么我认为这个是有悬案的 除非是共同民主党全党动员 坚决要求现在按照我的计算是169系 如果都要说罢免总理 那么这种可能性还会存在 好的 谢谢刘先生带来的分析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